众所周知,莱茵金属在火炮、防空等一些军工业上的研制一直都是走在世界前沿的 但论防空方面,目前就已经有30多个国家的武装部队都在使用莱茵金属的多方面自动化、高度有效防空解决方案 而在这众多的防空方案中,要说哪个产品最著名、应用最广泛 那当属SkyGrad-3双炮火力防空系统装置了 为什么说它最著名、最广泛呢?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款防空系统究竟有着怎样的实力 能成为莱茵金属众多防空系统中的佼佼者 SkyGrad-3属于莱茵金属防空产品线中的第三代产品 它基于网络化作战思想,将已经非常成熟的恶力孔天空卫视系列有加以改进 加大了探索距离、抗干扰能力使其更上一层楼 SkyGrad-3的优点就是具备高度的便携性、易于部署和操作 看它的外形就知道了 SkyGrad-3双炮火力防空系统装置一般用于保护 如机场、博物馆或一些重要基地等等 而除了便于携带 SkyGrad-3的优点还有使用寿命长、更换部件成本低、可维护性高 火力还特别凶猛 SkyGrad-3的主要攻击手段是两座35毫米 Olicant Vingan GDF-009高射炮 该炮经过莱茵金属的升级,将现代化目标监测与复杂的跟踪传感器相结合 同时加大了射程、射速和威力以及弹道计算 上面我们说过SkyGrad-3是基于网络化作战思想而改进的 它有着一个总控制单元和三个火力分单元 火力单元间可以实时传输目标信息 统一生成空中态势图 再由总指挥单元的作战管理系统迅速下达指令 实现提前发现、提前瞄准 就算是具备高机动性的战斗机和无人机也逃不过被摧毁的命运 而面对巡航导弹、对地导弹 它也是丝毫不惧的 并且它还能打击体积非常小的目标 苍蝇都不放过 精准度极高 它的理论射速高达每分钟1100发 相当恐怖 第一发炮弹的射速在每秒1175米 后续会越来越快 就像加特林枪一样 该炮的有效射程为4000米 有效射高在3000米 实力还是相当厉害的 但相比于大型的防空体系 SkyGrad-3是肯定不如的 而对于一些临时需要加强保护的地方 SkyGrad-3的优势还是非常大的 能很快的到达场地并迅速进行部署 在几个小时内一套防空系统便能被组装起来 速度特别快 这也是它被称为应用最广泛防空系统的原因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 欢迎打在下面的评论区 和大家一起讨论 如果想了解更多 别忘了给一个关注 要是能顺便点个赞就再好不过了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